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F1以后批准的 那么除了在那个视频里介绍的 当时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讲到 在这里我们还有另外三个例子 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在2018年我们律所提交的申请 在收到了RF1以后得到批准的 这个RF1在这三个例子里问到的 同样都是关于要说 这一个职位要证明是specialty occupation 可以翻译成专业职位 就是说需要本科以上的学历 来做的这样的职位 那么这个申请人 有一位是做的是建筑设计这方面 那么他的申请在RF1以后 在2018年的11月得到了批准 都是抽签抽到的新的H1B的申请 另外还有一位是做计算机专业的 他的申请在RF1以后 在2018年的9月得到了批准 这些申请人本人 他们都有硕士学位 然后相对来说是在比较小的公司工作的 我们知道要证明说这个职位需要本科以上的学历 按照美国的法规要求 可以从四项角度来着手 那么具体哪四项呢 第一是说这个职位本身根据定义 根据这个职位的名称 根据这个职位的一般要求 来讲到需要本科以上的学历 那么这方面的证据 一般来说是公司以外第三方的客观的 比如说劳工部发布的工作手册等等证据 或者呢来自第三方数据库啊 网站啊 工作辅导的地方啊等等 讲到对于这样工作的一般要求 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律师的工作 那这样的工作如果在美国做 那么一般来说呢 需要有学历 需要考过执照考试等等 不用公司自己来描述 说这个工作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的能力 平常就知道 比如类似呢 其他的像医生 这个呢是对通过职位本身的分析 但是呢另外还有很多职位 比如说软件工程师 比如说会计 其他的建筑设计师 那么是否一定要本科以上的学历呢 很有可能是的 但是你要讲出道理来相关的证据 那么第二个角度呢 是说本专业的其他公司 在招类似职位的人的时候 要本科以上的学历 那么这个怎么证明呢 那你可以看招聘的广告 一般来说是公开的 在其他公司的网站上 或者在招工的网站上 这上面有专业 其他公司的招人 招这个职位 类似职位 他们要求什么样的学历 那么接下来呢 第三个角度呢 是说本公司在同等职位上 其他的员工 他们有本科或者更高的学历 即使是小公司 有的时候呢 可能也有两三个人 在类似的职位上 可以讲到说公司的同事 其他人都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他做的和我做的工作 类似这个也可以做一个证据 相应的也要描述一下 最后一条呢 是说这个职位本身 他的要求工作内容复杂 所以呢 必须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才能胜任 那比如说同样都叫软件工程师 那你做的编程啊 数据库啊 网络呀 可能和其他人并不完全一样 是吧 那你要讲到说 我的日常工作 可以分成几项 每一项呢 占我这个百分比多少的时间 工作呢 本身比较复杂 所以呢 必须有本科以上才能胜任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策略 我们在其他的视频里已经讲到 我们有若干的RFE以后批准的 那么这里的几个例子呢 额外的例子 一般呢 也都是问到说要证明这个专业工作 我们在回复的时候呢 比如说啊 对于设计师 有的我们讲到 他用的呢 有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 然后呢 在建筑工程方面 我们介绍了申请人的工作内容 另外呢 还有组织架构图 这样显示呢 这个公司还有其他员工 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我们还使用了一些图片 根据我们的经验 比如说用一些照片啊 其他的图片来反映申请人的工作 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对于IT工作呢 这有的时候是一个重灾区 因为申请的人比较多 那么相应的从总数上呢 受到FE被拒的也比较多 我们这一位申请人呢 在拿到了硕士学位以后呢 在一家小公司做这个IT的工作 公司一共不到十个人啊 那么我们首先呢 强调了这个申请人呢 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 所以呢 讲到他的职责都是实际的职责 而不仅仅是说预期啊 他将来要在这个公司 做什么样的工作 另外呢 我们还具体讲到 说这个工作比较复杂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用到了数据库的设计 还有那数据库的管理 用到了关于网络的安全一些内容 除此以外呢 包括网页的设计 包括对网络布局的设计等等 这些方面 然后另外我们也举出了 其他公司的这样的例子 那么这个申请呢 在回复IFE以后 也都得到了顺利的批准 那么新的一年呢 会有新的H1B的申请 这个首先呢 当然申请人需要经过抽签 那么幸运抽到的呢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顺利批准 有的人直接批了 有的人经过IFE以后批准的 也有个别的人没有批准 当然大家都希望申请直接得到批准 像我们前面举的几个例子呢 都是毕业以后不久 在公司里工作的 此前没有拿到过H1B签证 他们的申请呢 在充分地展示了工作需要 他们自己的条件 以及相应的证据理由以后呢 都得到了批准 我们也希望呢 其他申请人 也有这样的良好的这个outcome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